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创维和阿里推出了酷开TV 自今年5月乐视发布超级电视以来 国内互联网电视领域就逐渐升温 9月份密集的新品推出 可以说是将这场客厅大战推向了一个高潮 互联网企业等多方参赛队员为何会扎堆进入互联网电视领域 如同智能手机电视屏幕被视为未来家庭娱乐应用消费的内容中心 因此以智能电视为中心的家庭互联网 正成为各方争抢的入口 在互联网里面有个术语叫占坑 就是它提前把坑先占上 客厅娱乐这一部分呢 它前景应该还是比较广阔的 但是目前呢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强有力的业态 但是这个形势发展又到了这个临界点 一些互联网企业呢 就会与一些硬件企业呢 携起手来 去提前卡位 就相当于我们买一些紧俏商品的时候去站队排队一样 各家企业都在积极的热身卡位 但这场客厅大战单打独斗的胜算很小 因为互联网电视并不是一块屏幕那么简单 它还需要有海量的内容和APP应用 也就是说硬件 内容 软件服务缺一不可 而在这几方面 软硬件厂商又各有所长 所以现在的一个趋势是 各方大多通过合作和抱团取暖 来试水互联网电视 相对来说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长处 例如TCL可以擅长的是研发 设计 物流配送 生产 工艺质量把控 甚至包括上游的核心面板的制造 甚至包括物流配送 包括销售环节 销售渠道建设 售后服务 对于爱奇艺来说 它可以提供一些软件技术 包括它的PPS 包括爱奇艺的视频网站的海量的内容 大家就是双方都发挥自己的优势 优势互补 这样的话成功的概率会大一些 如果您以为在智能电视上 只要一根连接线就能接入网上浩瀚如海的内容 那就错了 现在所有通过互联网连接电视机 或机顶盒的电子产品 都要跟牌照方合作 这大大限制了互联网电视的内容 智能电视 它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内容不足 就是说你看着你爱奇艺 好像内容挺多 几千部剧 多少多少 可是你放在电视 放在智能电视上面 那简直就是 背水车信 太少了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就是像一个孤岛 资源孤岛 就是你推一个爱奇艺 用的是你自家的东西 我推一个小米我用的也是我自家的东西 他推一个乐视也用他自家的东西 这样的话对用户体验上是不是太好的 牌照政策出台后 从2011年底开始 中国逐渐形成了CNTV 上海文广 华术集团 南方传媒 湖南电视台等七家牌照方的竞争格局 好在经过几年的竞争 牌照方对市场的影响正在逐渐弱化 互联网分析师格甲认为 未来互联网电视的内容突破口 在于合作 首先我把我的硬件基础设施 软件基础设施做好 我把我的内容准备好 叙事待发 等待政策的松动 然后我寻求一个 自身的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发展 其次呢 我还要懂得合作 懂得去团结合作 这个事情从根本而言 如果没有电视台的参与 没有传统文化产业的参与 你是玩不起来的 颠覆它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它们拉进来一起玩 而不是你在那张牙舞爪的 自己自娱自乐 互联网电视领域的跨界合作 惊喜不断 未来也一定会改变 我们传统的客厅生活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出现 革命性的产品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只要行业越来越开放 市场和商业模式 也就会越来越成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